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理由非常简单 国民党现在应该用一些新的方式来做出让人民喜欢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应该要挑出过去的那个框架 过去框架是什么呢 就是选一个党主席 这个党主席就来决定所有的事情 当然有一个中常会 中常会就变成了橡皮图章 这种方式似乎已经落伍 而且让国民党一直没办法进步 我同时也在思考 国民党要怎么样才能够被人民喜欢 第二个 国民党要怎么样才能够大家真心的团结 第三个是 我们现在像韩国瑜 这样国民党的县市长都被霸凌 要怎么样让他们不会被霸凉 第四个 就是国民党 到底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中心思想是什么 尤其我们两岸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调整自己的步伐 然后跟得上时代 这次选举有许多人都说 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投票给国民党 但是如果从整个选票的差距200多万来看 我相信可能不只是年轻人 但是国民党在这次选举浑然不知 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 人民的想法已经变了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重新改变 能够快速应变 甚至能够有许多的想法 做法都让人民能够接受 所以我最早提出来 集体领导的方式 集体领导的方式 就是由几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人 出来讨论一些 我们真正需要决定的 所谓的路线 所谓的路线 讨论出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其实在全世界的政党都应该先做的事情 等到我们都把这些事情确定好之后 那么党主席再出来 跟着大家一起努力 我觉得最好 我也一直在回想过去 在每一次党内的初选 我都发觉到 选一次初选 国民党就分裂一次 选一次大选 国民党就挫败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国民党的初选 永远没有办法造成团结 如果国民党的初选 就像我们这次的总统 党内初选一样 还是分裂的结果 那干嘛要初选 大家能不能协调一下 或许有人会说 这样不够民主 一定要直接投票 才会民主 那就让我告诉大家 我们党内初选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这次党内 要参加党主席选举的人 必须要得到党员的联署 七千多份 如果再扣掉一些 可能不合格的 可能要一万多份 我现在要请我们大家自己 扪心自问 每一次的初选 到底我们的联署 真实的联署 不是超明测的有多少 第二个 我们真正这次的党员直选 来选党主席 有没有办法真正做到 公平公正 我们之前要去检讨 我们不能再 丧失我们自己的信誉一次 不可以的 这次的选举 大家都已经 失去了很多的 志气跟信心 我们期盼的是 国民党能够彻底的改变 甚至在这个时候 要赢回党员的信心 所以我不参选 我不参选的原因 很简单 就是希望 我的不参选 可以真正让国民党团结起来 因为我们不是在谋求一个位置 我们是希望国民党能够真正做出 人民能够喜欢党员能够支持的事情 所以退让 其实就是一种前进 把大家全部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我同时要再说的是 这次的大选结束之后 我们国民党所有的县市长 跟议长 跟立法委员 甚至市议员 都有莫名的压力 我们都担心 会不会被霸凌 我们会担心 到底两岸之间 破坏的 和平的 机会到底有多大 我们这个社会上 所有的对立的问题 能不能获得解决 所以我们国民党 现在要大公无私 要能够一起 无私的牺牲奉献 团结在一起 做集体领导 我认为才会成功 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 过去曾经做过党主席 做过副主席的人 就不要再出来选举了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是很好的 有人跟我讲说 某一位要出来参选 党主席的人 很年轻 很气盛 甚至很少带个笑脸 但是我支持他 因为我支持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国民党的确需要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第二个 我在回想我自己 过去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跟他年纪很相近 我那时候也年轻气盛 我那时候也横冲直撞 我那时候也没有把人际的关系 能够处理到非常好的地步 年轻人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只要他愿意出来付出 那为什么不让他有个机会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那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帮助他 所以在国民党的集体改革里面 集体领导里面 我不会缺席 同时在国民党所有未来的政策的讨论 国民党需要努力服务人民的事情 我也会全力以赴 重新来做一个不同的思考 跳出过去传统的框框 重新来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大家能不能真心的团结 真心的团结 真心的团结以后 我们才可能浴火重生 真心的团结才能够大功无私 我们定出的中心思想 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所有的政策 未来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才会大家一条心的 在一起努力 才会成功嘛 所以我今天其实是很开心 也如释重负 宣布我不参选这一次的党主席 在这里我要同时跟所有支持我的好朋友 跟大家讲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的开心 一样的来改变国民党 让国民党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民主里面 目前最强的 最健康的在野党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鼓励 我要跟各位说 很抱歉 我没有能够照大家的意思去走 但是我觉得 我们大家一起大功无私 大家一起让国民党真正的团结 大家真正的可以让国民党跳出过去的 那种旧思维 旧制度的框架 能够重新有新的思想 新的制度 新的目标 然后再赢回人民对我们的喜欢 同时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是很困难的 国民党现在几乎是一穷二百 那国民党的地方的组织 力量也变得很薄弱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执政的现实 我们有许多 19位的议长 我们有38席的立法委员 我们是中华民国最大的在野党 让我们尽好责任 团结一心 一起努力为人民服务 让我们真正做到 最健康 最强大的在野党 让我们的国家的民主 能够真正的往前走 真正的进步 我要在这里再一次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爱护 那也希望大家支持 我希望能够做到 真心团结 大公无私 齐心努力 的这个方向 那么经过这一长段的时间的思考 我决定不参选这一次的党主席的补选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开工大吉 谢谢